人民币人人都爱,天天相见,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人民币吗?人民币图爱背后的故事,你知道多少? 二角前上的姑娘,如今什么样?在1980年版的二角人民币上,有两位美丽可爱的少数民族姑娘,许多人都认为那是画家画出来的,实际上,他们真有其人,左边那一位名字就叫黄岐平,国庆三十周年前夕,北京民族文化公,为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展览,在各地挑选少数民族讲解员,黄岐平作为湖南土家族代表被选中, 又一次,几个新华社记者和专业摄影师,为黄岐平拍了几十张头像照片,随后,他的头像出现,在了1980年,出版的中国各民族画册中,此后的八十版二角人民币上又采用了他的头像,独在一厢工作,黄岐平想念家乡,1982年,他告别京城,回到湖南,被安排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, 如今的他,任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巡视员,图上的另一位姑娘叫苏春熙,也是1979年从沿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,被选到民族文化公担任解说员的,拍照那天,他精心地梳了头发,和系了各朝下的领结,新中国首位女拖拉机手,曾受毛主席接见1962年, 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,一元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,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,梁军1930年,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,1947年东北解放后,梁军摆脱了同养席的命运,有机会进入萌芽乡村师范学校学习,学校要搞机器化,梁军学会了开拖拉机, 此后,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名字,像春风一样传遍了神州大地,成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象征,她还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,受到毛泽东,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,心灵手巧的债礼,一枝花第四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洞家女子,是贵州从江县庆云相摆,逆村村民石乃尹少女时代的头像, 年轻时期的石乃尹心灵手巧,是不周不扣的债礼一枝花,大约是在1978年,16岁的石乃尹身着洞足盛装和伙伴们去镇上赶集,一个陌生男子拉住了她,示意她走出来,脸朝侧面站定,石乃尹照做了,但心中充满了疑惑,对方随即拿出笔和画家,挥舞起来,石乃尹把这件事告诉别人,自己也忘记了, 直到后来有人说钱上的女孩像他,才将这件事想了起来,逼调的苗族阿哥,八十版人民币一脚上左边人物,王德安是个苗族阿哥,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曾任贵州省先东南州州长,后在贵州省提委担任领导,王德安诚实本分,做事认真,对于自己的头像上了人民币, 他的同事都知道,他也对家里人说过,但他并没有说拍摄过程,把这件事看得很淡,他只是说,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,能值上一脚钱,已经很不错了。 第一套人民十元钱上的工人是个设计师,1948年12月1日,众国人民银行以华北银行为基础,合并北海银行,西北农民银行,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成立,并发行人民币。 杨琪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设客制版参与者,由于当时人民币设计印制完全保密,模特也只能在有限范围里寻找,杨琪本来就是工人出生,而且长的人高马大,外形英俊,于是被定为十元人民币上的工人模特。 父亲是抗日名将蒋光奈第三套人民币无表地上推杀定的姑娘,是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蒋定贵,但她的父亲却蒋光奈却为人所熟知,蒋光奈一家,最小的女儿就是蒋定贵蒋光奈是功勋卓主的抗日名将,明格卓越领导人和创始人,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,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,全国政协常委, 钱币被称为国家的名片,上面的风景名声肯定很值得去,今天来给大家讲讲,人民币上的风景,首先第一套人民币的一百元不过这个图案进行了艺术加工,还有五千元面额上面是陕西卫河桥。 ning上,人民币被称为民币的发展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